那你小说里面塑造人物还经常有个圆形呢 对吧 那这个圆子有没有一个大观圆的圆形的存在呢 其实要说这个事实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圆 它原本是一个虚构的圆子 就是曹雪芹把它想象当中的一个美文美化的圆子 在笔上造出来 然后呢 让那么多清纯美好的生命住进去 对吧 但是一说到这儿 她觉得挺遗憾的 就是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大观圆是个想象出来的圆子呀 你看它描写出来的一些东西 什么穿过的哪个篮子 然后两边的什么景致 然后又有什么雕刻等等等等的 你真的就是觉得 现实当中一定有这么一个地方 如果反正要让我来想象的话 是绝想象不到那么真实的感觉 所以那你说 咱有没有一个大观圆的圆形啊 那你小说里面塑造人物还经常有个圆形呢 对吧 那这个圆子有没有一个大观圆的圆形的存在呢 好 一说这个呢 北京的小朋友有点懵圈 说老师 你那个 你来北京多少年了 咱咱你不知道吗 大观圆在咱们北京啊 就那个 幼安门那地儿 对吧 你坐那个地铁到 陶兰庭公园那一站下来以后 溜达溜达 40块钱门票 还跟他收门票 那就是大观圆呀 嘿 上海小朋友一听也懵圈了 说 老师啊 你这脑袋把它掉了吧 对吧 大观圆在我们上海的呀 那个我们上海大观圆也是送门票的呀 54多块钱的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进去参观的呀 不是啊 孩子们 北京和上海的大观圆呢 都是上世纪80年代难修的 他其实都是咱们现代人为了呈现在实际当中 一个在北边的中国 一个在南边的中国 对吧 呈现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大观圆 大家才修的 尤其是北京的大观圆 就更是为了巴西版那个《红楼梦》的拍摄修的 对吧 那这个就肯定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大观圆的原型了 那要说曹雪芹大观圆的原型啊 有这么几个争论啊 这一定是争论点 为啥文化大IP 大家为了发展旅游业都抢啊 有这么几个地方是在争论的 哪呢 首先啊 苏州的桌正园 再有啊 南京也有两个园子在争抢 然后还有北京的遗众啊 咱们先大概说说这几个地理位置 然后再分别的来说 首先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南京这一块吧 南京这一块的两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啊 第一个就是南京现在有这个叫江宁制造府 现在好像应该叫江宁制造什么什么博物馆了吧 对吧 为什么说这极有可能是呢 这就是人家曹雪芹的家呀 人家曹雪芹的这个爷爷在当江宁制造的时候 更有这个线索的是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江宁制造府 康熙皇帝六下江南 有五次就是住在这儿的 也是人家康熙皇帝的行宫了 对吧 所以你说在这个小说里面说到的 本来是他们贾家 然后后来为了迎接贾元春 回来省亲 修建了一个皇家标准的这个园林 这个意思上也能对得上啊 对吧 曹雪芹就跟这长大的 所以人家自己家的园子当然就熟悉了 所以你看如果你现在到这个江宁制造的 这个博物馆去看的话 就有一个红楼梦什么 这个研究是什么在里面设着 你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叫隋园 隋就是咱们现在跟隋的隋啊 这个隋园 这个隋园其实要说起来 老早以前 你看离江宁制造府也不远嘛 也是人家这个曹家 私家园林的一个部分 然后后来啊 主要是谁在这个隋园的名气上 给了很大的贡献呢 叫原梅 就是写那个季魅文的 那个清代的那个作家啊 那原梅他 他买下了一个破败的园子 这个园子呢 他为什么叫隋园 因为隋园之前的主人 他是姓隋 就是隋唐的这个隋 这个隋的这个人呢 他其实也是接了人家曹家的班 在这儿后来做江宁制造的 也就是这个园子原本的主人 就是人家曹家的私家园林的一部分 啊那这个又是和大官员有什么关系呢 是曹家当时有一个复查名义的人啊 这个和曹家是亲戚来着 所以这个复查名义说 啊就是这个园子啊 原本就是大官员的这个园形 所以呢 原梅知道了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非常开心 然后呢 他就跟他写文章了 对吧 说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家的园子 哎呦你听他的这个口气 我就是我的园子啊 所以原梅他又是一个当代 当时的那个大自媒体 一说出去以后 哇大家都以为是这个隋原了 但是是不是隋原呢 他的根据也就只是 这个复查名义曾经说过 而且考察渊源上 确实也是人家曾经曹家的 啊后来吧 原梅的孙子自己说呢 就是因为原梅说了这事以后 这个园子变得很著名 很多人来看呀 对吧 他孙子就说呀 大家走吧走吧 我爷爷喝多了酒 胡说八道的 所以这地儿 到底是不是呢 咱只能说有可能吧 南京有这么两个地方 很可能是大官员的原型 然后接下来啊 咱们来说一说苏州 苏州这个大名鼎鼎的桌正元 有人说桌正元 就是大官员的原型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想 当时的曹家 不光做过江宁制造 人家也做过苏州制造啊 对吧 桌正元 如果去看他的历史的话 原本的苏州制造府 就设在这儿了 所以实际上 人家当时的曹家 也是买了桌正元的一部分的 然后那曹雪芹 因为像南京和苏州之间 他离得也不是很远嘛 曹雪芹小的时候 和在他们家 在苏州的亲戚啊什么的 是多有往来的 所以他去过桌正元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桌正元里的 一草一木 整个园子的布局 什么的 有没有可能成为 日后大官员的原型呢 也极有可能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是苏州啊 另外你再想想 其实啊 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的时候 是在哪儿 在北京啊 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家就被吵架 他就回到北京来了 因为他们家原本 就是在北京待着好好的 被派到南边去做官了嘛 对吧 所以他们南边 那边被吵架了以后 他们老家还有旧宅啊 还有旧的亲戚朋友什么的 他就回到北京来了 所以啊 北京也在抢占 这个大的文化IP啊 有这么几种说法啊 首先第一个 就特别靠近市中心啊 这个公王府 但是你说这是 大官员的原型 你得有个理由吧 啊 这个理由我觉得 略牵强啊 公王府就说了 你看啊 你到这个公王府的 花园里面去走一走 他那个布局 就和咱们曹雪芹里面 描写到那大官员 非常像 哪个亭台楼阁 什么位置关系什么的 但那你说 这个时间关系 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为公王府 他也在不断的整修啊 对吧 那他到底是公王府 照着人家大官员里面 描写那样的修的 还是大官员 又照着公王府写的 这就不可考了 还有这个理由是说啊 说有人去走访了 在公王府附近住的 那些个老北京 对吧 就是足足不不 大家口耳相传的 老北京就说了 这个地方就是曹雪芹 那大官员什么的 这能作为这个证据吗 我觉得好像似乎也够呛吧 反正大家有这种说法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是北京 著名的皇家园林啊 对不对 而且你再想想 曹雪芹在北京 其实有很长时间 住在哪呢 你现在到北京去看的话 北京的植物园里面 是有曹雪芹故居的 植物园不就在 圆明园的这个旁边 这一块吗 对吧 他挨得很近的 而且这个圆明园 也是皇家去避暑啊 临时去住一段时间 这样一个园林 所以有人也研究了 圆明园里的布局 也和大官员里面 写到这些布局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反正他们能找出 好多好多相近的 这个线索来啊 说圆明园是原型 好了 OK 那咱们说到这儿以后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并没有一定确切的结论 说哪里确定一定的 就是大官员的原型 只不过吧 我觉得咱们这么一说 让我们在游览这些园子的时候 也多了一些游览的角度啊 你去随园看一看啊 你去江宁制造的一个博物馆 看一看啊 或者你去公安部等等等等的地方 看一看 哪个地方特别像 《红楼梦大官员》里的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多好多好的游园素材呢 Meow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